我們還有一個就是邀請大家幫忙就是我們回到車上我們會請大家點檢問卷 那這些問卷會回到我們的園名區 然後會就是讓下一屆辦這一次的像這樣的悠遊副論的活動做的一個參考 對會請大家就是點檢一下我們的問卷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會留一些時間在車上讓大家寫一下問卷 寫一下問卷 你要參加活動會沒辦法對會很趕不是不行 除了早上還可以 除了下午待可以找到都沒辦法 下午待會不會參加太陽還可以參加一些說啊 那你們看他德拉娜呢 德拉娜才會有下午清高太陽平衡 對 德拉娜才有德拉娜那個也有列的也是啊 要看禮拜六還是四十八天 你面的禮拜六有的是早上 沒有多下 我都回來了 這次回虎有多下 那你當時有去看嗎 對 那你當時有去看嗎 對 那今天不去了 幫我回來帶 那老街的部分啊 如果就是你們有朋友比較早逛完的話 我們的烏來遊客中心旁邊有一個泡腳池 有一個泡腳池 那個就是我們當地的烏來的溫泉 所謂的碳酸氣納泉就是美人他們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那邊休息做票子 還不錯 對 好 來我們到了烏來齁 好我們到了烏來 大家知道烏來的名字怎麼來的 烏來烏來烏來的名字怎麼來的 我們都住在新北市嗎 還是有台北市的朋友 有台北市的朋友齁 好 烏來烏來就是我們原住民來到我們烏來這邊 發現這邊 喔綺綺綺烏來烏來 就是說 喔好燙好燙好燙的水喔 然後烏來的名字就這樣來 所以烏來的名字 它原來的意思就是溫泉的意思 溫泉的意思 好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是青路 我們要進到前往前就是到的中志村 中志村 那這條青路呢是跟風災沒有關係 它原來就是把它做高架起來 因為這段路 它原本的地勢就比較低 所以只要大風大雨 原住民就出不去 那下面比較矮的路段就會淹水 好這個本來就是把它要架起來 那往前的部分呢就是有一段路 在日月溫泉這邊 有一些商家被沖走了 因為少了一個 舊的路段少了一個 少了一塊就是整個車道本來被沖掉了 所以如果之前有看到我們的朋友 看到我們團的朋友啊 應該有吃過 我們在右手邊有一家阿蓋 阿蓋 阿蓋現在因為他們被沖走了 所以他們就往前 在台積店旁邊又蓋了一家新的 他們不敢再蓋右邊了啦 他們不敢再蓋右邊 所以他們往左邊蓋 他們往左邊蓋 那右邊這條路呢 下方 下方是舊的路 那舊的路已經被沖掉 一些商店跟一個車道 那現在這個原本就要做高架起來的部分 現在也正在搶工 正在搶工 希望在過年也能夠雙向通車 因為目前只能單向 所以我們不管出去或進來 我們都只能 就是等對方來車 就用管子這樣做雜道的部分 這樣 對 對 那我們中志村呢 我們第一個進到我們的 那個泰雅族的原住民的區 就叫做中志村 那中志村 那中志這次是所有整個烏來情況比較嚴重的部分 因為它本身是板塊 它本身是這種板岩的部分 所以它是由三塊板岩 拼湊而成的一個部落 所以他們這次有一個板岩掉下來 所以他們的主持率蠻嚴重的 所以有一些店家住家都被沖走了 或是高血來味道 那是笑對 這次我們不放太多時間 一 brow一邊 這就是雷叭 一邊 一邊 才是空調的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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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